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台北股市最多跌了135点 收盘跌59点 59点不多 你知道今天日本跌多少你知道吗 有没有注意到 日本日经指数间盘中 盘中一度大跌到1100点 盘中一度跌到1100点 尾盘才拉上来 收盘还是跌了868点 日本股市间直接跳水下来 直接跳水下来 台北股市间跌59点虽然不多 今天主要在跌什么 主要在跌台积电 今天主要在跌台积电跌了18块钱 光是台积电占指数 就占了140点 今天日月光也跌蛮多的 今天日月光也跌了5块半 日月光也是整个大跳水 所以跟大家讲过 涨高就不要再去追了啦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让你买嘛 你何必当傻瓜 别人拉那么高 你还跳进去跟人家换手 何苦呢 对不对 上礼拜五 美股道琼跌68点 纳达克跌1.15% 费城包护体大跌了4% 指数跌4% 是很大的一个幅度啊 主要在跌什么 跌AI 上礼拜五 美国股市的部分 主要正央在AI ADR的部分 台积电跌了1.9% 日月光跌了3.7% 爱斯摩尔跌了5% 然后AI的部分 从Intel到安眸6% AMD 美超围 博通 高通 博通 博通也跌6.9% 汇达跌了5.5% 麦威尔一天大跌11% 麦威尔一天大跌11% 也是跳水 所以当资金过度集中之后 都不是好现象 AI是一个未来的世界 AI已经深入了生活化 未来从手机到电脑平板 很多生活化的东西 都离不开AI 可是一个大未来的行情 它不会只涨不跌 一样是大涨 涨高之后还是会修正 所以涨高你再去追 都很危险 你等它修正完之后 要求高来求就好了嘛 是不是 我一直提醒你们 我一直提醒你们 美国股市虽然不断在创高 可是背离的现象都一直存在的 当背离现象一直存在的时候 你要有警觉性 随时都会出现一波回档的行情 这个对台北股市都会有影响力 我上班也特别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啊 美股虽然在创高 可是有些重点的股票 非AI的股票 你看苹果 苹果已经跌三个月了 从199美元跌到169美元 尤其跌到十个月的低点 跌到十个月的低点 Google也已经跌了一个月 从155跌到131 131什么意思 大概这半年的低点 大概半年的低点 微软也是已经一个多月时间 涨不上去在做头了 那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些东西 因为你如果只是看指数的波动 认为指数一直在涨 所有股票可能会一起涨 不见得啊 苹果 微软 Google 这三个公司 这三家是全球前三大的公司 全球前三大的民营企业 在美股持续创高的时候 已经开始涨不动 甚至于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 漏掉三个月了 我给大家看这些东西 都要让你有警觉性 不要只是看法太偏颇 一直认为 AI在涨 所有股票都有机会 没得盈啦 没得盈啦 你看特斯拉 特斯拉已经跌了多久了 已经跌了七八个月了 从299跌到177 所以指数归指数 个股归个股 美股如此 台股也是一样 台股也是一样 台股股市的部分 上个礼拜四 就已经开始出现 拉高出货的现象 上个礼拜 收盘还涨194点 可是已经有八成的股票 在下跌了 礼拜五 开高371点 来到2065点 突然间击杀变成跌55点 收盘虽然还涨91点 可是已经85%的股票在跌 252家涨 1438家跌 所以礼拜五虽然涨91点 整个市场卖压是很沉重的 整个市场卖压是很沉重的 我算我给大家看了嘛 对不对 有45家跌停板 有450家 大跌3%以上 随之提醒你 起管的不够堆 起管的 就放他一码嘛 对不对 要买不是不可以啊 我们再来找table的股票 到时候涨高的股票 你要主力资金撤退之后 一定是转到底部的股票 再去做嘛 是不是 上个礼拜正好第三十天 什么意思 最近这半年来台北股市都是固定在走15天的涨跌周期 你看当时大家认为M头 我跟大家讲两日内反转 讲完之后开始一路飙 15天13天又是15天 15天元旦过后 一波回杀 你看破了平台 连续两根长黑 很多人在这里又开始看空了 我说没有 15天结束 又开始去摇 讲完之后 又挤拉了一波 又挤拉一波 那挤拉一波上来 抗盘第一天是第15天嘛 压回整理完再过高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谈这一次要走15天的倍速扩延 会从15天扩延到第30天 所以行情不会那么快下来 还会继续走高到第30天 你看跟我预估的一模一样 正好第30天就在上礼拜五 林恒彦有没有一步一脚印 每天都不断分享 不断印证给你看 让你事先有准备的功课 我每天都提醒你 注意第30天 注意第30天 第30天什么时候 你自己数一数都知道了啊 就上礼拜五啊 所以上礼拜五一开高300多点 开关就是没了啦 开高就是卖了 尤其涨幅大的股票 开关就是没了啊 对不对 那这个行情 今天最低来到 19,649 这样几点 上几点 这样几点 你看上个礼拜五 上礼拜五 20,065点 今天最低来到 19,649点 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 礼拜五涨91点 今天只跌 礼拜五涨91点 今天跌59点 感觉上两天加起来 指数还涨了三十几点 可是从高点下来已经四百点了 加全指数 从礼拜五的高点下来 到今天的低点 已经四百点了 我有提早来到你提示 第三十天 第三十天 对不对 我一直提醒你们 注意第三十天 今天加全指数 海基电就占掉一百多点了 一百八十点 日月光也占掉九点 光是这两支加起来 占了加全指数 就两百点了 这都起太贯的股票 对不对 这都起太贯的股票 要买底部就该买了 等到大涨再去追 很多这样的股票 身为能源 要买底部就该买了 你等它大涨再去追 你看两天这样打下来 一百六十五 今天剩下一百三十八 一来一回要三十块 快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就多少 这二十几%了 一百万就输了 二十几万戏了 所以一直提醒你们 很多股票在拉高出货 不要去追 要买的 找底部的股票买的 没关系 很多人看我节目 这几天都来反应 哇那三十天到了怎么办 行情要开始跌了 还能够再做吗 会不会变成大空头 会不会跌很惨 不要自己吓自己 跌不是坏事 懂意思吗 有跌才会再有涨的机会 是不是 有跌才会再涨的机会 当资金过度集中在AI的时候 当AI的资金撤退出来 很多底部的股票 就有机会再接手 你看今天指数跌 59点 今天大概65%的股票是涨的 今天大概65%的股票是涨的 你看涨602加 跌328加 那指数跌有什么关系呢 你只要避开涨高的股票 我们找double的股票来买就好了 这次AI资金过度集中之后 让它休息 让它休息之后 我们才有再减便宜的机会 你看技嘉前一波380 跌到220 这一跌下也是很夸张 技嘉前一波380 一个修正220 那它有修正就给你好机会啊 那这次又来创新高 你就不要再去堆了嘛 等它下一次再修正 修正才有低的时候 大家才可以再减便宜嘛 所以不要看到跌 就很担心害怕 跌是好事 让大家有机会再减便宜 可是你要耐心等 有些股票底部刚要开始的 优先锁定操作嘛 指数归指数 类股归类股 类股是不断在轮动的 个股也是不断在互动的 所以你只要掌握底部的股票 不用怕啦 你看台积电在580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预告700块钱啦 对不对 580我就预告700啦 抗盘第一天就709 我也给大家看过 台积电固定走15天的周期 15天15天13天15天15天 抗盘第一天就是第15天 紧接着行情压回之后 整理了两个礼拜再冲高 一冲高过新高 我就跟你预告了 时间扩延会到第30天 是不是第30天 是不是第30天 15天的15天 30天 每天我就叫你赶快锁台积电 30天在什么时候 你有什么 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几月几号 告诉你很简单啊 让你自己数你才会有感觉嘛 当你自己在数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有感觉 时间差不多啊 没问题 上礼拜五台积电第三十天 开高 卖就对了嘛 都已经到第30天了 不用再计较那几块钱了嘛 是不是 赚你不差那几块钱 你看台积电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台积电最高 796 到今天最低761 一来一回 35块啊 我赚就要拿钱了 你有买吗 上礼拜五台积电开盘你有买吗 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再去追台积电哦 你不要想说 哇台积电大家都看得那么好 有人喊到800 有人喊到900 有人喊到1000 好不容易有回档赶快来买 你现在跳楼买台积电就要傲了 至少怎么样 至少等他再休息个15天以后再说嘛 静观其变 看台积电15天后 到时候再讲嘛 对不对 到时候能不能买 再说嘛 不用急着现在买 要买早就该买了 我在580的时候就预告700块钱 要买的家你就该买了 任何一支股票都一样 要买底部就该买 不是大涨之后才在追高 你看技嘉 200块220谁在买的 全市场之后我在220买技嘉 我每一支股票都是在底部开始买的 我从来不会涨高之后再去追 从来没有 你们常常看我节目你们知道嘛 对不对 220做了三趟 40% 所以买底部你要高报酬很容易 那现在涨到300多块钱 很多人在讲技嘉 很多人在讲技嘉 300块钱以上是不是很难谈呢 你底部买很好赚 300块钱以上你要买技嘉 你会去扒下去 你会去扒下去 你会很难做的嘛 是不是 那何必迷恋都涨高的股票呢 我们再来赚底部的股票啊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啊 微软是不是底部 130买 143 154 159 这样是不是22%了 从130到159是不是又22%了 所以买底部要赚大钱很容易 160卖出 代进代出 160附近卖出 没落后是不是又漏掉了 党党个股 每个股票 代进都会带出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就很轻松如意 对美食 350跌到220 谁在买的 不是我在买的啊 230买280卖 260买299卖 这样是不是又38%了 我一直在印证给你看啊 我的操作几乎是公开的 不怕你检验 就算你看清楚我们是怎么样在做 我也不怕你跟啊 反正钱大家一起赚黑板的钱嘛 一起赚市场的钱啊 我何必吝啬呢 对不对 看节目跟着做会赚钱 大家都很高兴嘛 99是你认同零件的方法 那我们就一起来合作嘛 继续找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给你 450跌到270 278买是不是又是底部的股票 材料KY是不是也是底部的 过年前每天告诉你 12个月营收新高叫你金区 你有买吗 800买 820买 838买 840买 825买 我们一直在买材料KY 买完之后就开 过完年就开始涨了 上礼拜一 冲到1110 这样是不是又38%了 是不是很快 会买要会卖 上个礼拜一 材料KY1085卖出 1085卖出 没完之后是 哎呀又抬着了 会买要会卖 会买会买 你也会买 我们上礼拜五 今天材料KY 又起来了 今天涨36块钱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跌下来的时候 有落后吗 上礼拜五 跌下来的时候 有落后吗 你看今天又上来了 几块钱可以费 还有底部的股票 还有底部的股票 林海燕挑的 绝对都是 基本面最好的 尤其是在底部的 认同我这种做法 我们一起来合作 资讯费 其实都不是重点 能够在股票市场赚大钱 才是你进来的目的 广告众服电话 集团广告 收拾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信场 今天小跌59点 可是第三十天已经到楼 三十天到楼 指数要拉回修正 没关系 有底部的股票 会接放上来 起关的不要再去堆了 你现在再去买 起关的股票 那就赚了 找底部的股票买 放心 会买底部 再赚个三十%五十% 很容易达成 不然来跟明天一起合作 我带你进 都会带你出 你看材料KY 谁在买的 专期中跟我在买而已 完全公开买给你看 对不对 买完之后 过年前买 上个礼拜一 1110 38% 上个礼拜一 材料KY1085卖出 卖完之后 这里买的 上礼拜一卖出 卖完之后是不是大跌 上礼拜五称大跌的时候 上礼拜五 材料KY 900 890 再买进 今天915 去36户 36户 一张三万六 10张是不是36万 好啦买个五张好不好 买个五张也18万啊 上礼拜五买 今天礼拜一 五张18万 看你会做不会做而已 航群就看你会做不会做而已 你看华瀚 六个月大跌 也给大家看过 对不对 275买 275买 280买 买完之后冲出去 上礼拜二 9点8分 华瀚310出清 280买310出清 当天最高313 都卖了掉 是不是又卖高点 是不是掉下来了 你们大金大叔 我为什么会卖在高点 因为时间周期的关系 正好第25天 时间早就算好在等了 时间什么时候到 高点卖出 对 台大电影给大家看过啦 AI个股极少数还没涨了 当时还在284 是不是上来了 那大盘跌有什么关系 底部的股票会接棒嘛 底部的股票会接棒嘛 一样是AI概念股这支 该来还要注意哦 打了五个月的底部 随时的出去哦 所以大盘是大盘 个股是个股 好很多底部的股票正要上来 三洋工业一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每年都在上半年走大多头 这一次又打了六个月的底部了 我们72块钱 73块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上礼拜一度涨到79块钱 这个底部才刚要完成而已 底部刚要完成而已 接下来80块钱一站稳 会不会像去年一样 上半年又来一次新的多头 是不是还有很多底部的个股 大盘虽然来两万点了 也是很多没去到的啊 没去到的里面 业绩烂的就不要看了 找业绩好的 股价还没涨的 早晚会轮到嘛 是不是 你看无城市也只有我在做而已啊 汉堂我们220开始买的 汉堂我们220开始买的 吃买股买的 你就要找业绩的股票买的嘛 上礼拜五 外资开始大买长荣行 三大牌都买了三万多张 长荣行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Double Tribe 有没有机会底部出来 你看这个图形 跟这个图形 有没有一模一样 美国的西南航空 已经涨了60%了 长荣航空 才涨20几%而已 外资资金开始进驻之后 有没有机会 步上后城 还有很多的行情 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大家讲 但同有这种做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祝你操作顺利